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你的朋友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何你能成为亚洲区SPEC教授 还有呢这个SPEC在美国是很普通很流行的 但是呢在香港呢也不多 我只看到一两支成功的 为何在一两支成功之后 你就变成为亚洲的SPEC的教父 我希望能听一听你的介绍 谢谢Kitty 其实我是很早了 2013年就开始研究这个SPEC 当时候呢还没有人真正了解什么是SPEC 到2014年呢就近视的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在美国成立的SPEC 当时候是遇到很多困难的 因为对这个行业呢大家都不了解 我在香港或者在国内 我们跟很多专业的机构 比如说律师 审计师 就算他们是国际性的 他们都没听过什么是SPEC 但是当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SPEC呢 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过去Kitty 你也知道我做了这个P1做了几十年了 P1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商务的退出 对 Exit 我们说是Exit 通常呢你投四五十个商务 最多可能只有一个通过IPO来退出的 对 中涨了 对啊 但是呢其他几十个怎么办 所以我研究了很久跟团队就是发觉了美国SPEC 原来是可以通过这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的Portfolio 或者我身边的投资的机构 他们的Portfolio去有一个Exit出来的 那我懂 对 所以当时候呢我也是第一个呢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日本基金成立嘛 我在日本去推广这个SPEC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有人听明白是什么 因为全美国在2014年只有12家SPEC 我们是唯一一个亚洲的 所以就自从这样子我们在亚洲区的数量啊 都是比较领先的 也做得最多了 但现在日本跟香港比较 哪个地方多 我不说美国 日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平台去做这个SPEC 但是呢我刚才说我2014年15年呢 我就自己的在日本推广 但是呢在大概两三年前呢 第一个成功就第一个SPEC 圣经医呢就到现在呢 他应该做了两支了 那你厉害 你是香港的第二支 你是香港的教父真的 不是啦 现在你可以说是亚洲的教父了 因为日本没有吗 没有 日本也没有 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那我才明白 但是呢香港是不是有什么环境 什么缺乏什么条件 不能做更多呢 这个其实真的很可思 因为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呢 当然希望香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SPEC平台 其实我一直推广这个SPEC2.0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香港能够成为亚洲的SPEC中心 当每一个人赏赐 我要做DESPEC 或者发起SPEC 第一个首选就应该在香港 其实也应该在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不应该留到新加坡 不应该留到我不知道 日本啊或者是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是我积极要推动香港SPEC的发展跟改革的原因 那你很有那个热情 很有那个PASSION 还有呢很有使命感 让香港这个金融的地位 不能缺一个寄一个板块 因为在香港你说 是不是全世界三大的融资的最大的中心 尤其是IPO的数目 IPO的RACE FUND的值值的数字 已经是全世界三大了 如果少了一个板块 其实参不上三大吧 如果这个板块能做成功 做得实一点呢 我感觉你是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呢 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 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希望你能成功的 谢谢 其实确实呢就是 香港过去都是在IPO数量啊 融资都是头三位的 但是过去一两年 你看到就是跌得很厉害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投资银行 现在有些是要FIRE 要炒掉一些员工啊 而且融资的金额 金额已经大大的斩少 其实你看到这个是非常可塞的 因为香港已经虚弃了这个光芒 所以我希望作为香港人 就希望能够真正推动改变这个情况 令到香港能够成为这个中心 这个理念跟我一样 我也是也是很努力的 希望能把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实力啊 能够真真正正展现给香港的投资者看到 你也是很用心做这个板块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做这个事情是否是很容易还是很难 你要选公司啊 选公司它有盈利或者是没有盈利 你要查啊 所以你有什么标准 你的可以问你一句话 你的水平要多高 你的要求有多高 好 其实问题呢 就是问到这个我们 怎么去选这些目标公司 首先呢 因为过去我也是就这个PE的 所以就PE跟就这个SPEC的发起人呢 很多工作的内容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哪一个行业适合 比如说是香港或者美国的投资者的 企爱 因为都有不同的 香港的投资者跟美国投资者的 对某个行业 某个企业的要求 或者是企爱完全不同 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整个市场是怎么样 第二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 过去做了几十年的调研对企业 你一定有一定的网络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在这方面的网络 你是找不到合适的这个目标公司的 对 而且你要对目标公司的这个调研要做得足够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的团队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团队呢 不单只是要有金融的人才 捐财 还有呢是operator 就是这个能够营运的 因为我们选好一个企业 我们不单只是单单的跟他合并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 或者是你要他的真正的业务做起来 让他的股价一直一直一波一波的上 并不是收购就完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follow up 就是跟着他一起去成长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 带领他 对 带领他 我们第一就是带领他进一个新的 一个基本市场 第二就是我们也要把他的业务 能够推广给这些投资者知道他是什么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方面 比如说我们投一个生物科技的 我们就要把相关的这个上下游啊 客户端啊 我们都能够带给他 这样子才有一个真正的意义 那真的说到最底层的话就是 这些公司如果能找到你去做一个d spec 其实是他的福气啊 因为有的 他们已经找到一个老师 带领着他把业务做起来 把他的股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升 把他的公司价值能够做起来 这个是完全是好事 但是我还有感觉就是香港好像很多人都不清楚你们的工作 就以为你们就是这个买卖 这单买卖就完了 其实不是的 要做更多的投资者教育 让香港的人懂这个学问 还有让很多公司自愿的跑过来找你们的专家 去讨论他的业务能不能成为spac的投资目标 是的确实是作为一个spac的发起人 他不单只是要具毙 好像以前我们就pevc的这个功能 他还要呢懂得美国或者香港的基本市场 对因为就pe可能他做得很好 但是他后面的这个capital market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会接触的 不跟不跟头 对我们就要两边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都要非常了解这个市场才可以帮助这个目标公司 换句话说你要从美国的投资者的角度去找一些投资的目标 然后呢也要教育就是这些目标公司如何走这条路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他们的达到投资者的喜爱的要求 是的 我希望你能真的十字名归成为亚洲区不是香港亚洲区的spac教父 你的使命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能富裕香港的投资者能看到这一个优点 不要别看少spec好像是不能做直资的一个功能 就是spec只是刚开始成为spec的公司的收购的目标之后 你的生命是刚刚开始的 这公司的生命是第一天从被收购之后 才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这并不是目标并不是最终的终点 我看到现在只能有大概有十家公司spec已经成功上了 但是听说后面还有几家公司还在排队 就是我们成功了所有的批准下来 就只有十多个家公司而已 但是这个市场人市场也很大的 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里面 比如说律师 投行 那个会计师 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里面 要赚钱 要养活生活 现在我听到的数目只有七家公司 那怎能养活这么大的行业的人呢 你有没有看过香港这方面的前途 如果你要再把这个spec的概念能推广的更普及化的话 会不会更多的人会入行 因为现在数字根本养不成这么多人呢 你说一说给我们听一听 首先呢应该这样说 大部分的这些已经成功上市的公司呢 他们都很多都是自己本身是投行 比如说好像交商银行啊 建行啊 也有 比如说好像一些基金呢 PE的基金 他本身有自己的这个主业 他本身有自己主业 但他希望能够增加这个主业多一个部分 所以呢他们会参与这个spec 比如说好像我们这样子呢 就因为我的主力也是就PE 还有就是就这个美国的spec的 香港呢是我们希望能够打进去的一个领域 我们想把这个spec 宽大到香港这个领域 所以确实你问的问题很好 如果现在上市的数量只有这么少 后面呢我们看到过去半年都没有新的申请的话 其实这个很不健康的 应该香港就要发挥它这个优势 能够让这个更多很好的 捐业的这些投资者参与在这个 发起人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香港有好多好多捐财 或者做PE的或者做投行的 他们其实都有很多足够的经验 去成为发起人 只是现在呢由于条例的原因 所以我积极的推动这个spec的2.0的改革 能够让这些条例更能够让这些 人性快一点 对人性快一点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得到 普及快一点 那好你做点事更努力了 好谢谢 好我等你以后有什么好的建议 首先第一消息通知我们 一定 好谢谢啊 谢谢 好